內角球拉到了一壘方向 第一拍泛國城有鋪到 但是並沒有接得很乾淨 那球也落在了一二壘之間 急球跑來人邱志成是順利來到了一壘 小黑上壘之後輪到打擊的是隊長 沈潔憲 現在昨日的比賽 四個打數有過兩次安打 目前生涯累積了960安 渴望在今年賽季達正生涯的前安 第一球出放在右半邊 孔靈人第一拍沒有把球接得很乾淨 那要掉壘包 這邊要加計守備失誤了 沈潔憲的狀況也相當好 一出局之後 一三壘的打擊機會要交給了資深的陳庸基 有家人的支持也算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19年是拿到最佳進步獎的時候 大家都很替他開心 回到了場上 在游擊後方 幸運的安打出現 三壘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 一壘上的沈潔憲也來到了三壘位置 雄雞一棒送到了中壘方向的安打 也幫助統一7-10隊先持得點 1-0取得領先 這個運氣是站在陳庸基這邊的 他們就會開始對準 這邊林安可的橋打 還是送到了中間方向 這一棒要把CHN接線給送了回來 這一球只能說林安可的打擊技巧真的夠好 已經投在了對打者來說 非常刁鑽的位置上 他還是敲出安打帶有打點 這個被打安打沒有話講 這個應該不一定會撿好球 10隊連續四肢一的安打 拿到2分了 這個手伸的也有夠長 敵球出棒在中右外野方向來看一下球 到底在哪裡落地行持了安打 生後委現在接到球之後 必須趕快把球給回傳 數據真的不會騙人 陳聰庭生涯對戰 陳士蓬所打的第16支的安打 出手去攻擊就安打了 出棒去打 就可以打成安打 還沒來得及跟大家說 今天在賽前有問了一下陳聰庭 他今年賽季對於insideout打法 更有力量釋放的這種味道 其實賽前有去跟他多談了一點 他有提到說 在重量訓練 以及針對反向攻擊上 今年確實收到蠻好的效果 只有第一個打擊 他就準確出來了 對 沒錯 王永傳在周日的比賽 一場近仗4分打點 敵球出棒 哇 第5分打點來了 針對第一球的進攻 是師隊在第一局 最有效的得分手段 真的都 大部分是第一球就已經 攻擊了 單局的第6支安打 環球速 這一棒在右半邊 哇 當局的第7支安打 陳聰庭有繞過三壘要回來得分 回政師隊在第一輪的大線 有7名的球員打出了安打 林靜凱也是連兩場比賽 有安打的貢獻 陳聰庭第一局 確實投得蠻辛苦的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不過這也考驗 總教練跟投手教練的耐心 林靜凱打的位置也夠理想 沒有任何防守的機會 對 孔練安接到球 也馬上就出手去喘 還是來不及了 因為兩人出局了 大概跑得遠是比較好起跑的 好 來吧 我們在幾個小匹 我們在幾個小匹